12亿元改建的新竹势力棒球场工程停工许久了 球迷很关心的是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开始改善呢 对此新竹旭长高宏安今天上午就证实 只有从今天开始会入场开挖 同时要启动球场改善检测相关工程 并把土壤的检体送到美国实验室来去做一个检验 而根据旭政府公告的最新新闻稿 棒球场今天开挖结果又挖出了大石块 照片当中您看到大概是有7公分这么大 同时旁边还有一个3公分大的石块 看起来是非常的坚硬且吓人 对此市长高宏安表示呢 他非常重视棒球场的改善 已经力邀美国职棒大联盟的厂务专家 来协助指导新竹棒球场的修复工程 力拼明年要重启 而对于新竹棒球场还有什么样的秘新呢 时事评论员黄阳明有最新爆料 新竹最新的今天棒球场开挖了 正式开挖又挖到了大石头 才刚进去挖就挖到了 7公分 所以这随便挖 他现在还没有全部挖完 只是随便挖几个洞 又找到石头了 像新竹的这些公共工程品质的问题 真的是糟透了 这个永恒之休的关键在于什么 关键在于林志坚 你看到一个议员 那个民进党议员还会玩抖音 你要知道他还是一个玩抖音的民进党议员 然后呢 他把这个厂商 因为是议会的监督小组去考察嘛 那对公务处 你知道对这个官方 他就会说那那个监造 因为他们还在保固期 保固期就会把厂商找过去说 你们这个到底什么问题 然后厂商当然他是摸粉 因为你追究是我的责任啊 保固期 我要厂商要付维护 我要去修补 好所以那个钱是厂商要花 那他当然最好就是 都没事 写一个很完美的报告 都没事 是因为天气太差了 雨太大 拜托他们讲的还是四月份那一次 五月份还有一次好不好 你当然他们都问我 五月份还有一次 雨更大 对那不止一次 所以这份报告本身不可信就算了 结果你林志坚还说这是市府的报告 新竹县第二选区的议员陈德牧 因为设有会选 在三月的时候被判当选无效 中选会昨天公告将会由范振龙递补 没想到才隔一天而已 新竹地检署今天就以涉嫌会选为理由 向新竹地院提起范振龙当选无效之诉 范振龙在登记之前 透过了宗亲跟同学等人脉 以每票五百或一千元进行现金买票 新竹地院依会选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缓刑五年耻夺公权四年 针对大法官提名人选的争议 还有副总统赖清德说 紧急情况可以重启核电论 对此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可以说是火力全开 他怒哄民进党不顾民主政治就地分赃 让大法官绿油油 这就是台湾民主的悲哀 同时他也把矛头对准了赖清德 朱立伦说民进党的两大审主牌 分别是台独跟反核都是骗选票的手段 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大法官更是司法的最重要的守护者 但是民进党可以不顾民主政治 不顾司法正义就地分赃 让所有的大法官全部要变成绿油油 这是台湾民主的悲哀 我们希望立法院所有还有良知的立委 必须要坚定地换卫坚定地守护 对于这些只问蓝绿 不问正义的这样子的大法官提名者 绝对不容让他能够轻易地通过 从头到尾我们就可以看到 不管台独不管反核这两大审主牌 在民进党的眼里就是骗票最好的手段 就是让大家继续被民进党的赖 这个赖是英文的赖 就是民进党的谎言来继续地蒙骗 而今天能够首举台独万岁 能够高喊核电归零 这样子的候选人 不顾台湾的安全 不顾全民能够不缺电 全民需要用电的这样的需求 而想要来骗人票 我想这是所有民众必须要面对的 一个重要选择 国民党的候选人一定非常稳健务实 台湾不能缺电 全民必须要有电 我们也要节能 我们也要减碳 我们也希望有一天 能够很务实地达到 飞头家园 而这个目标 必须是稳健务实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